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会讨论五家专营巴士公司去年提出的加价申请 根据政府提交的文件 九巴申请加9.5% 农运申请加8.5% 新巴和城巴的市区线 所有路线或一申请加2元 城巴的过境 通宵 和行走机场的E线等 就申请加2成3 城巴来回机场的A线 申请加幅就最高达到5成 至于新大鱼山巴士就申请加9.8% 如果以申请的加幅加价 以九巴售贸平来往尖沙咀的1号A线为例 现在要付7.6 加价之后就变成8.3 新巴中环来回山顶的15号线 车费就由11.5%变成13.5% 由鸭里周坐城巴机场快线A10进去机场 就由48元变成72元 市民现在的生活还未完全恢复 甚至在疫情里面 有部分市民的收入可能少了 人工也未见有加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巴士公司再次提出大幅加价 我觉得会影响了市民 所以我希望行会在这个情况之下 应该要为市民把白关 对于一些比较高的交付 应该是采取削减的做法 文书署说过了三年 受到疫情和其他交通工具竞争 转型巴士每日平均 只有大概300万人次乘客 加上工资和燃料成本上升 2021财政年度 借得九巴有盈利 其余公司都录得亏损 近2000万去到超过1亿 当局考虑加价申请的时候 会平衡巴士公司财务可持续性 和公众的负担能力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卓系报道 文书署更改驾驶路士重考生 申请快期空缺安排 以电脑抽签取代先到先得 现时路士考生不合格 以先到先得的方式 申请美期或快期重考路士 文书署说 为打击有中介公司收费 声称可以帮助重考生抢快期 今个月的28日开始 快期空缺将会以电脑抽签分配 想申请快期的重考生 需要透过网上系统预约 或者电话热线登记抽签 可以选择登记参加一轮快期抽签 或者连续参加两星期的抽签 重签的重考生 在收到电邮或者短信通知之后 要在指定时间内减算考期 并在指定日期之前 缴交考试费 一个女人为了帮个儿子 取得小一学位 用两万元贵赂小学校长 承认行贵罪 还额至28号判刑 45岁被告李军平 报称是家庭主妇 去年到铜锣湾 希尼斯到官立小学 为6岁的儿子扣门 第一楼面试之后 没有获通知第二楼面试 去到学校找校长 职员要他等待通知 过几月之后 他将两万元的现金 连同儿子的姓名 和入学申请等资料 放入一个白色信封 要求校工专交给校长 校长拒收并向脸处举报 东区法院裁判官 随意眉划 明白家长希望为子女 争取入读心仪学校 但前提是要守法 即时监禁 是唯一适当的判刑选择 会先索取被告背景报告 暂时还压情教署看管 一个因为谋杀罪 正是服刑的男人 另外承认绑架和恐吓等 六项罪名 下个月12日判刑 这一宗具域法院案件 在荃湾法院大楼审理 51岁被告罗伟文 被控2019年1月28日 先后在慈云山慈乐村 和沙田坳道 襲击前女友 包括枯颈扯头发 拳打脚踢 又将事主拖行 并曾经拿出 长十厘米的军刀连刀套 最终有市民报警逃走 直到同年3月 又向前女友发短讯 恐吓会毁对方的容貌 斩死对方等等 被告同月被捕 在警戒之下 是为了见个儿子最后一面 而作出部分的行为 被告早前因为谋杀 时任女友罪成判处终身监禁 两宗案件犯罪日期接近 澳门中区宾馆凶杀案 施警调查之后说 这只是性工作者 而被捕香港男人承认杀人 被控加重杀人罪和盗视罪 转澳门记者黄伟芝报道 被捕的香港男人锁上手购 再被澳门司警押走到检察院征办 澳门司警在接报之后 两日交代案情 只经过调查后发现 遇害的45岁女人 星期日被发现服私 在中区新马路富多宾馆房间的洗手间里 她2月中租用房间 提供按摩和卖人服务 45岁港人疑空 上个星期五晚上9点进入房间 逗留30分钟之后离开 以及带走一个行李箱 左边头骨上面有15cm的开放性伤口 头骨严重碎裂 相信是由压物多次袭击 而引致老内损伤死亡 另外在侮辱区内的墙壁 有多处血浅的痕跡 相信该处是第一空案现场 她承认作案 她声称当被害人提供性服务 出现对她进行侮辱 因此激怒了她 所以她随手拿一件硬物 对她的头部不断襲击 故意将她杀死 但她否认是有阅谋的作案 不过司警说不相信疑空的说法 解释空案现场有清洗的痕迹 加上她带走枕头和死者手机 和在澳门多处徘徊 九次进入不同大厦将静物拿藏 认为她企图逃避警方追查 也都是有预谋 而至今还未找到涉案空气 司警又说初步调查显示 疑空的精神报告正常和无案底 未问到会不会找香港的警方 协助调查疑空的背景和法案动机 司警就说不排除任何的合作 疑空站被澳门司警控告一项家 重杀人罪和盗窃罪 相关控罪最高可以被判监28年 无线电视传澳门记者黄慧之报道 英国首相新伟成 指中国是世界秩序的挑战 而英方部分公务员获安排学习普通话 部分人更加去到台湾深躁 中方就敦衝英方摒弃冷战思维 停止搞政治操弄 正访问加州的英国首相新伟成 分别接受美英传媒访问 提到中国对英方大力威胁 新伟成说英中两国的价值观不同 英方会严肃对待中国的挑战 包括阻止中方投资半导体等敏感行业 另外英方发表外交国防安全政策的检讨报告 说中国对英国和全球秩序 构成华时代挑战 文件指出英方已经成立中国专家咨询小组 又为中国能力计划增加一倍部分 部分资源用作提升英国外交官和公务员的普通话水平 并且加强他们理解中国的能力 文件也首次提到台湾 强调台海局势稳定 透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议题的重要性 英方也透露 大约20名公务员莫派去台湾深处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强调 英方相关报告 涉染所谓中国挑战 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 中方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中方说中国对各国是挖时代的机遇 而不是挑战 并且重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香港、新疆和西藏事务都是中国内政 中方顿促应放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在对话关系上搞政治操弄 以实际的行动维护双边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 母纤电视记者朱少林不得 外交博部长助理吴刚浩 据博获日本政府同意 接任驻日大使 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日本政府接到中方清求意见之后 说同意由59岁有日本通知清境 吴刚浩接替上个月28号离任回国的孔元游 出任中国驻日大使 吴刚浩曾经在1993年至到98年 同2002年至2008年 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 报道指日方期待吴刚浩的出任 有助稳定日中关系 休息回来有其他消息 待会再见 回来新闻时间先看财经消息 有类美国直公银行倒闭引发骨牌效应 广告跌近450点 见今年以来低位 流动性风险增加 反映市场恐慌情绪的波动指数抽升 行市跟随外为低开171点之后 跌幅扩大 最多跌573点 收市盈跌448点 保19247点 成交1308亿 美国的银行业危机 现在逐步蔓延 见到债息急跌 美金急跌 因此恒生指数其实都会很受拖累 假设短期不能够重企 19,900流上的话 跌浪仍然会延续 下往18,300点 金融股挨沽 回控需要向直谷银行英国业务注资 股价跌近半成 市场避险情绪升温 公用股又追捧 港灯升3% 燃货金升至一个月高位 招金升近4% 旁边推出补贴促销 股价跌近4% 其他汽车股亦都受压 内房和物馆股未止跌 龙光、碧伏和龙湖齐跌半成 无线电视记者随着报导 看金融行情 再会有港股收市价 腾讯控股跌3.2 阿里巴巴跌3.25 恒生中国企业跌1.36 亚邦保险跌3.7 南方恒生科技跌1.1 美团跌3.6 盈富基金跌4.6 汇丰控股跌2.65 京东集团跌3.5 丙亚迪股份跌4.2 其他主要蓝筹股表现 汇丰控股跌2.65 有帮保险跌3.7 中移动跌1.1 港交所跌3.2 煤气升8 恒生科技指数 3790点跌100点 欧洲故事 伦敦富士100指数跌19点 巴黎CAT指数升18点 德国DEX指数升82点 其他消息 港队参加国际冰球赛事 国歌播放成 和港独有关联歌曲的事件 据了解 相关令队已经完成六吹口供 而港协企奥委会 近日和政府开会 相对考虑惩处的事 最快几日内有结果 香港冰球队上月底 在波斯尼亚作赛击败伊朗 播国歌的时候 被播成和港独有关联的歌曲 港协企奥委会 上星期五交代初步调查报告 说香港冰协 没有交代 何时 何地 和是否按指引向主办机构 提供正确国歌的硬件版本 并且获对方书面回复 据了解 涉事香港冰球队令队关软仪 已经向警方六口供 他公称去年12月初 以电邮通知国际冰球总会 副秘书长 正确的国歌网站连结 同日夜晚 接获对方回复 说已经收到 并且派人员 转交给波斯尼亚冰球协会 又说曾经口头 向波斯尼亚冰球协会职员 要求核实国歌是否正确 对方曾经说可以 但是之后以事忙为理由 没有安排时间核对 消息指 警方有组织及三合会调查科 仍然调查事件 初步未发现 有任何涉及反政府人士牵涉在内 对于港协企奥委会认为 香港冰协违反部分指引 说会和政府商讨 考虑实施可行而恰当情处 有消息指双方近日有开会 最快几日内有定案 至于国际冰球总会 至今仍然未按要求向港方交报告 接连有港队参加的国际赛事 播放国歌出错 有意见认为 其中一个原因是主办机构 自己在网上搜寻国歌的时候 排在最前的几个结果 都是和港独有关联的歌曲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回复立法会查询的时候 说今年一月 已经同搜寻器Google 亚太区高层在开会 而港府知科办 已经从技术层面优化工作 说近期见到在搜寻结果 正确国歌的位置已经有提升 无线资计就在流浊玉那里 警方国安处拘捕两个男人 涉嫌管有煽动罕密 国安处昨日在九龙和港岛区 拘捕两个分别是38和50岁的男人 涉嫌管有煽动罕密 违反刑事罪行条例 相信有关的罕密 和较早前已经审结的 煽动案件有关 警方是根据法庭搜令 搜查两人的住所和办公室 检获多半罕密 调查显示有关煽动罕密 引起他人憎恨 或者藐视中央政府 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司法 恕获他人使用暴力 以及爽视他人不守法 南韩说 北韩朝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 分析说 是要回应美韩正举行的大型联合军演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 当地早上7点多 先后侦察到北韩有弹道导弹 从黄海南到长渊军一带发射 飞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射程约620公里 据报长渊之前从未发射过弹道导弹 北韩今个月接连发射导弹 上个礼拜试在南浦附近 发射六枚短程弹道导弹 之后在礼拜日首次利用潜艇 发射两枚战略巡航导弹 北韩领袖金正恩 早前主持劳动党中央军委会会議 决定采取一系列国家战争压制力重大实践措施 有发文说美韩已经触碰到北韩的红线 分析指北韩接连发射导弹 是要回应美韩礼拜一展开的 自由护团大型联合军演 但南韩说会按计划继续 日本内国官房长官松野霍一说 北韩有可能会将一部发动军事挑衅 包括导弹试射和测试核武 会密切留意北韩行动 无线电视记者杨子文报道 到日本上映的人就要注意了 东京的樱花已经开花 上映季节比预计提早来临 在东京仙代田区 这棵视为开花标准的厌整吉野樱 今天下午开了超过五朵花 气象厅随即宣布正式开花 花季较往年提早十日展开 最平1953年有纪录以来最早开花的纪录 和2020年2021年并列 专家就解释 今个月温暖的日子比较多 加上全球暖化等的现象 令到樱树提早开花 预计日本各地的樱树 也会比往年提早十日再开花 各位, 全国人大常委 李慧琴是建计者的 我们先看看现场的情况 我们转过左边吧, 好吗? 我们先看看现场 你先看见中间 看看如今 看右手邊 拍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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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樣吧 好嗎 我們地下有個marking 這裡 明白 明白 行不行 好 行不行 好 明白 那不如你… 好 可以 謝謝 謝謝 好… 好… 我們開始吧 首先辛苦各位傳媒朋友 也多謝香港市民的關心 大家的關心 我在此再次感謝國家對我的信任 更加要多謝所有支持我的人大代表 特別是港區人大代表對我的支持 讓我能夠當選人大常委 今早是參與第一次人大常委會的會議 大家看到了 接過是人大常委的證件 大家看到這個金色的證件 那就是一份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是交付了起我身上 這個人大常委的工作 肯定就不是一個工作 而是一個光榮的使命 特別起現在是國家已經進入一個新精程 香港是由自及興的一個新階段底下 我認為作為人大常委是需要更加緊密聯繫社會各界 做好相向溝通橋樓的角色 我亦都會主動積極和特區政府 和透過開會的時候和不同的人大代表 甚至需要的時候和其他有關的官員去溝通 希望是可以和特區政府一層更好地協助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抓住現在這個高質量的發展機遇 讓香港的韓國業都是受惠的 我亦都衷心感謝所有支持我的朋友 包括所有的愛國者 建設力量的朋友 今天到來機場去送上祝福的黨友 還有所有媒介的朋友 也都特別要感謝譚耀宗常委 還有譚耀朱姐 還有一眾的前輩過去對我們的指導 以及比喻我們很大的支持 今天常委會其實是第一次的會議 主要由趙樂際委員長說一番重要的講話 簡單而言就是照委員長對於常委的理職工作的一些要求 我一定會按照委員長的要求 努力去準備好理職的工作 首先就要繼續努力學習二十大的精神 第二就是要盡快熟悉人大常委會的工作角色 第三就是要加強調研的工作 第四就是要廣泛聯繫群眾 當然完成兩會之後 由於這個兩會是非常重要的兩會 內容非常豐富 我相信每一位人大代表 包括我 也都會在稍後的時間馬不停提 去到不同的團體界別 去將兩會的精神跟大家分享 關鍵就是其實各界要掌握兩會的精神 從而抓緊機遇 因為高質量發展的機遇是擺在眼前 疫情也是穩定 通關也是暢順 這個正正是我們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抓緊國家發展的機遇 讓香港經濟發展可以得以騰飛 所以亦都藉著經濟發展解決深層次謀塗 當然香港亦都要繼續保持獨有的優勢 就是我們會靠組國聯通世界 我們亦都會繼續努力和不同的社會各地 講好中國故事講好香港故事 我看看朱姐有沒有什麼分享 因為朱姐今天都和我一起列席 常委會會議 首先是慧琴的高票當選 是香港的選出來 由所有人大代表投票的人大常委 我極之相信不僅是香港人才會出 還有這一次是深慶得人 大家聽到他的心聲 一定會努力為香港和國家的福祉來效力 我不知道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人用英文講過這一次開會的意義 那我講一次 大家用不用你們自己決定好嗎 中國是完全聯繫了 習近平的背景 在努力上的經濟發展 第一次開會 我們進行的力量 我們進行的力量 和其他人大力量 成功 和其他人的愛意 我們在這個地鐵 發展 大力量 我們要加速 服務 我們的經濟發展 各位,刚刚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到 他今天参加第一次的人大常委会会议 感谢国家的信任和人大代表信任 成为人大常委是一个光荣 他又说会做到沟通的桥梁 协助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又会学习二十大精神 调解人大常委的角色等等 现场情况看到这里 我们转看一下 房协推出红磡长者屋封宜居 有312个单位 给60岁或者以上的长者申请 预计最快年中会入伙 目前整个长者安居乐的计划 合共有大约500人申请 位于洪磡利公街的丰宜居 是房协第3个长者安居乐计划 分别有一房和开放式单位 被一至二人入住 采用六龄科技和长者安全设计 例如是无火煮食 智能落零紧急支援系统等 申请人需要年满60岁 在香港住满7年 按年龄有不同的资产限制 申请人要付一次性的租住权费 就可以终身居住 费用按年龄和单位类型来定 最便宜的是75岁以上的开放式单位 大约120万 最贵要265万 半年内一筆过 缴付租住权费就可以有6%的折扣 同6个月豁免综合服务月费 亦都可以仅在一年内分期付款 头30日先缴付两成首期 防协星期五开放示范单位 被申请人参观 无声电视记者何曼官报道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派出第一个酒店转做青年宿舍项目 获派的项目由香港青年联会 和几位集团合作推出 位于铜锣湾摩利神山道的酒店 一共有97间房 提供最多194个宿位 青联会为青年租户 提供参与社区外展工作的平台 建立对社区的归属感 并且透过青联会员网络 提供生涯规划 创业等方面的支援 施政报告提出 资助非政府机构 租用合适酒店和旅馆 转做青年宿舍 目标五年内 提供额外达3000个宿位 计划一月初开始接受申请 五间专营巴士公司申请加价 九巴申请加9.5% 新巴城巴或一家良民 国际冰球赛事国歌 被播成港独歌曲的事件 据了解 香港冰球队领队公称 曾经向主办方提供 正确国歌网站连结 澳门中区崩馆凶杀案 施政说死者是性工作者 被捕香港男人承认杀人 各位爱聊淑宇 五间专营巴士公司申请加价 九巴申请的交付近一成 新巴城巴士区线 获一申请加2元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 星期五将会讨论五间专营巴士公司 去年提出的加价申请 根据政府提交的文件 九巴申请加9.5% 农运申请加8.5% 新巴和城巴的市区线 所有路线或一申请加2元 城巴的过境、通宵 和行走机场的E线等 就申请加2成3 城巴来回机场的A线 申请加幅就最高达到5成 至于新大鱼山巴士 就申请加9.8% 如果以申请的加幅加价 以九巴售贸平来往尖沙咀的1号A线为例 现在要付7.6% 加价之后就变成8.3% 新巴中环来回山顶的15号线 车费就由11.5%变成13.5% 由鸭利洲坐城巴机场快线A10 进去机场 就由48元变成72元 市民现在的生活还未完全恢复 甚至在疫情里面 有部分市民的收入可能是少了 人工也都未见有加价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巴士公司再次提出大幅加价 我觉得是会影响了市民的 所以我希望行会在这个情况之下 应该要为市民打八关 对一些比较高的加幅 应该是采取削减的做法 云术署说过三年受到疫情 和其他交通工具竞争 转型巴士每日平均只有大概300万人次乘客 加上工资和燃料成本上升 2021财政年度 借得9%又盈利 其余公司都录得亏损 近2000万去到超过一亿 当局考虑加价申请的时候 会平衡巴士公司财务可持续性 和公众的负担能力 无声电视机就在钟卓希报道 港队参加国际冰球赛事 国歌被播成和港独有关歌曲的事件 据了解 相关领队已经完成六随口供 而港业企欧委会近日和政府开会 商讨考虑惩处的事宜 最快几日之内有结果 香港冰球队上月底 在波斯尼亚作赛击败伊朗 播国歌的时候 被播成和港独有关联的歌曲 港协企欧委会上星期五 交代初步调查报告 说香港冰协 没有交代 几时 何地 和是迷案指引向主办机构 提供正确国歌的硬件版本 并且获对方书面回复 据了解 涉事香港冰球队令队关软仪 已经向警方录口供 他公称去年12月初 以电邮通知国际冰球总会 副秘书长 正确的国歌网站连结 同日夜晚 接获对方回复 说已经收到 并且派人员 转交给波斯尼亚冰球协会 又说曾经口头 向波斯尼亚冰球协会职员 要求核实国歌是否正确 对方曾经说可以 但是之后以事忙为理由 没有安排时间核对 消息指 警方有组织及三合会调查科 仍然调查事件 初步未发现 有任何涉及反政府人士牵涉在内 对于港协企欧委会认为 香港冰协违反部分指引 说会和政府商讨考虑实施可行而恰当情处 有消息指双方近日有开会 最快几日内有定案 至于国际冰球总会 至今仍然未按要求向港方交报告 接连有港队参加的国际赛事 播放国歌出错 有意见认为 其中一个原因是主办机构 自己在网上搜寻国歌的时候 排在最前的几个结果 都是和港独有关联的歌曲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回复立法会查询的时候说 今年一月已经和搜寻器Google 亚太区高层再开会 而港府知科办 已经从技术层面优化工作 说近期见到在搜寻结果 正确国歌的位置已经有提升 无线司机者在刘俊玉不到 正在北京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 今天开始拜访中央不同的部位和机构 他先拜会财政部部长刘坤 刘坤说中共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李家超有很高的评价 这籍人大闭幕后 特首李家超展开拜访部位之旅 首站是国家财政部 财政部部长刘坤接见香港代表团 包括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慧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等 刘坤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对李家超有很高的评价 总书记对你们的评价 我们认真做来写思 我也想点写思 我们财政部讲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潜力支持香港充分发挥独特优势 改变开展国际合作 更好统策国家发展价值 李家超就感谢财政部支持香港 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在金融中心地位上面 我们确定重视香港发展成为一个区域的发展中心 其实在一些方面我们的成绩 也做了一些我们满意的力量 李家超会在北京逗留七天 星期六回香港 一共有八位局长同行 他在石家网站说 会一年几日拜访不同的中央部委和机构 就双方共同军心的议题交换意见 他和局长已经做好准备 据了解他会拜访十几个部委和机构 相信是历任特首最多 无线理事记者叶芝华报导 澳门中区崩馆凶杀案 司警调查之后说死者是性工作者 而被捕的香港男人承认杀人 被控加重杀人罪和盗饰罪 住澳门记者黄慧之报导 被捕的香港男人锁上手购 再被澳门司警压走到检察院侵犯 澳门司警在接报之后两日交代案情 只经过调查后发现 遇害的45岁女人 星期日被发现服私在中区新马路 富多宾馆房间的洗手间里面 她2月中租用房间 提供按摩和卖人服务 45岁港人疑空 上个星期五晚上9点进入房间 逗留30分钟之后离开 还有带走一个行李箱 左边头骨上面有15cm的开放性伤口 头骨严重碎裂 相信是由硬物多次袭击 而引致老内损伤死亡 另外在侮辱区内的墙壁 有多处血浅的痕迹 相信该处是第一凶案现场 她承认作案 她声称当被害人提供性服务的时候 出现对她进行侮辱 因此激怒了她 所以她随手拿一件硬物 对她的头部不断襲击 故意将她杀死 但她否认是有阅谋的作案 不过司警说不相信疑空的说法 解释凶案现场有清洗的痕迹 加上她带走枕头和死者手机 和在澳门多处徘徊 九次进入不同大厦将静物拿藏 认为她企图逃避警方追查 也都是有预谋 而至今还未找到涉案空气 司警又说初步调查显示 疑空的精神报告正常和无案底 被问到会不会找香港的警方 协助调查疑空的背景和法案动机 司警就说不排除任何的合作 疑空站被澳门司警 控告一项家重杀人罪和盗窃罪 相关控罪最高可以被判监28年 无线电视传澳门记者黄慧之报道 一个因为谋杀正在服刑的男人 另外承认绑架和恐吓等六项罪名 下个月12日判刑 列众区域法院案件 在荃湾法院大楼审理 51岁被告罗伟文被控19年1月28日 先后在池云山、池乐村和沙田拗村 袭击她的前女友 包括箍颈、扯头发、拳打脚踢 又将事主拖行 并且曾经拿出场10厘米的军刀 连刀套 最终有市民报警逃走 自同年3月又向前女友发短信 恐吓会为她用斩死对方等 被告同月被捕 在警戒之下说 是为了见个儿子最后一面 而作出部分的行为 被告早前因为谋杀事任女友罪成 判处终身监禁 两宗案件的犯罪日期接近 一个女人为了帮她的儿子 拿到小一学位 用2万元贵赂小学校长 她承认行贵罪 还压到28号判刑 45岁被告李君平 报称是家庭主妇 去年到铜锣娃伊尼斯到 军立小学 为她6岁的儿子扣门 在第一轮面试之后 没有获通知第二轮的面试 她到学校找校长 职员要她等待通知 在一个月之后她将2万元现金 连同她的儿子的性命 和入学申请等资料 摆入一个白色的信封 要求校工转交给校长 校长拒收并且向联署举报 东区法院裁判官随意味说 明白家长希望为子女 争取入读心仪的学校 不过前提是要守法 即时监禁是唯一适当的判刑选择 会先索取被告的背景报告 暂时还压程教主看管 内地明天开始进一步调整 外国人富华签证和入境政策 包括恢复审法各类的富华签证 国家移民管理局宣布 星期三开始调整签证和入境政策 包括恢复2020年3月28日之前签法 仍然未过有效期签证的入境功能 中国驻外签证机关 亦都恢复审法外国人各类富华签证 口岸签证机关同日开始恢复审法 各类口岸签证 恢复海南入境免签 上海邮轮免签 港澳地区外国人组团入境广东免签 东盟旅游团入境广西桂林免签政策 另外内地星期三开始再将越南 意大利法国和冰岛等40个国家 列入出境旅行团试点名单 即是旅行社可以经营中国公民 前往这些国家的出境团 至今名单上一共有60个国家 不过疫情之前 中国公民的热门旅行地点 日本南韩等地就不在名单上 外交部又提醒中国公民 在国外旅游的时候 要做好个人防护 并遵守当地的防御要求 无线电视记者曹家榮报道 美英澳领袖达成核潜艇协议 澳洲计划在2030年初 向美国采购最少三艘核潜艇 澳洲和英国也打造新款的潜艇 中方再次批评三国的核潜艇计划 构成严重的核却散风险 破坏地区的和平均定 美国总统拜登 英国首相新卫城 还有澳洲总理阿尔巴罗塞 星期一在加州圣迪国海军基地会谈 拜登强调三国自前年成立 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之在维护印太地区自由开放 三国领袖也就澳洲采购核动力潜艇 公布相关细节 这些支anga都不奉拠 在三国乘工集团 发生了这里最大限投尼人 在图嘴双检测建的 已经 40近这样的 三国领袖发表联合声明 美英两国最快2027年 在澳洲西部轮流部署潜艇 协助训练澳洲人员和加强威胁力 而在2030年代初 美国会向澳洲出售三艘弗一尼亚级核潜艇 如果澳方有需要 可以增置采购五艘 另外英国和澳洲也会打造新款潜艇 它结合英国新一代设计 和美国尖端技术 其中英国将会在2030年代尾 交付第一艘潜艇 劳斯·莱斯集团有份建造 而到了2040年代初 澳洲也会交付当地第一艘潜艇 有澳洲官员说到了2055年 核潜艇计划将会耗资3680亿澳元 另外有美国传媒说 澳洲采购美国核潜艇目的是要威胁中国 而在北京 外交部作词批评三国 为了地缘政治撕利 完全无视国际社会的关切 在错误和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 美英澳三国核潜艇合作 涉及核武器国家 向无核武器国家转让大量武器及高农油 构成严重核过散风险 违反不过散核武器条约的目的和宗旨 三国声称将遵守最高核不过散标准 中方认为在各方达成共识之前 美英澳不应该展开核潜艇合作 并且敦促三国 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 秉起冷战凌和思维 不做破坏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的事 母线电视记者朱少林不留